此前嘴炮康纳在酒吧用自己赖以成名的后手权袭击了一位老者 据TMZ报道 这名老者已经70岁高龄 随着殴打老人视频的曝光 嘴炮的名声也一落千丈 事件经过大概是嘴炮在自己的家乡爱尔兰都柏林的一间酒吧里 向顾客们介绍自己的威士忌 他向视频中的每一位顾客都倒了一杯 但遭到了一位白发老人的拒绝 或许双方是发生了口诀 遭到拒绝的嘴炮直接挥拳击中了对方 随后迅速被人拉开 嘴炮本来有非常大的机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格斗家 他有能力让更多的孩子为了成为他而奋斗 更有能力让大众感受到格斗是一项伟大的运动 但显然他走向了另一条路 而且越行越远